這事實上到底有沒有優服 有沒有外星人造訪呢 傳了這麼久真真假假 美國官方第一次 等於官方認證的確有 因為美國飛官拍下了 跟外星人短兵相接的過程 好 馬老師要告訴我們 今天為什麼就是重提 因為有了最新爆炸性的進展 川普到底在打什麼牌 川普難道要爆料嗎 記不記得 上一次希拉里跟他競選的時候 希拉里開了一張支票 我如果當選美國總統 51區 我全部把他公諸於是 對 難道川普 現在也要玩這一套把戲嗎 我告訴你 川普到底想什麼 我們先來看這個影片 來 這個影片注意看 全世界第一次 F-18大黃蜂戰鬥機 的紅外線瞄準器 鎖定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白色的那個點 而且它形狀不規則 這是F-18大黃蜂 有史來第一次 它鎖定抓住了一個不明飛行物 好了 這是文理巨像 這什麼時候拍到的 2004年最高機密 埋了這麼久 到2017年才讓他見光 川普第一個 川普為什麼讓他見光 這第一個 美國政府居然正式公佈 對 中部說這是人類 有史以來第一個 軍方正式抓住飛碟的影片 為什麼更絕的事情來了 最近抓住這個飛碟影片 F-18大黃蜂的這一位飛行員 注意他是軍人 空軍 就他安德伍德突然間出來 接受媒體的專訪 哇 他也出來了 對 他不但出來接受媒體專訪 還把那一天的經過 詳詳細細的說得清清明白 他軍人 他出來講這個 難道沒有政府或軍方的授意嗎 所以沒有上面開綠燈 他怎麼趕出來 但問題是 這一段畫面的後頭 有多少細節我們不知道 好 他現在安德伍德就講了 他說2014年11月10號 這個李比茲號航空母艦 在加州外海做演訓 演訓突然直接他旁邊 布林斯頓飛彈巡航艦 啪一下 發出警報 什麼警報 不明飛行物體 親近李比茲之號 啪一下 注意看 F-18大黃蜂立即起飛 啪一起飛 就是安德伍德 安德伍德說他一起飛之後 一看 不明飛處等於是在等他一樣 他在 已經在那裡了 他在8萬2千尺個高空 時速222公里 我告訴你 以戰鬥機而言 時速222公里 是很慢的速度 很慢的速度 就是我在那邊等你 你來來來來 跟貓桌老鼠一樣 來 你追我好了 他是在雷中看到32公里外 這光點是在巨大32公里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沒有翅膀 還沒看到翅膀 最怪一件事情 完全沒有熱點 刷一下子 他不見了 不見了 你知道他為什麼 他是可以快到什麼程度 消失在你的雷達的鏡面上 他說他本來在8.5公里的高空上面 他突然間刷一下下降到15.2公尺的海面 就貼海了 就貼海 第一個 15.2公尺貼海 那個安德伍德說 全世界沒有一個飛行物 可以從8萬公里的高空刷下到15公尺 不可能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也沒有人類可以忍受得了 這種瞬間失速的這種激勵 這不到幾個機才能夠達到這樣 啪一下 掉下來 2020的此刻 它讓全世界在受訪推出去這個飛行員 後面肯定很有文章 說到這所謂的境外文明 全美最最神秘的 當然就是神秘51區 內華達州這個地方 最近也有風了 其實全世界看到不明飛行物太多了 那我們今天為什麼要介紹這個 第一個 它最新的 第二個 它是內華達州的 靠近51區 第三個 它在堵城附近 難道外星也喜歡來看堵城嗎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六分鐘的影片 居然一個白色的光點 注意看 各位特別看 還有其他白色的小光點 有沒有看到 在左下方 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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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白色的小光點 你看到沒有 而且更覺得它會白光 現在變藍光 看到沒有 本來是白光 它會啪啪啪閃 變藍光 然後還有很多小光點 有 有 有 在它的左上方 對 左上方 還有其他不止一個小光點 跟著它走 你看到沒有 它就沿著山脈啪 這樣走 更覺得一件事情 絕對猜不到 無聲無息 悄悄的 一點聲音都沒有發出來 它離下面的聚落 熱鬧的這些燈光 害我差點看錯 離得很近 看到的應該很多 這個 然後它的時速 是1600公里 這麼快 對 跟F35差不多 那這個詭異光球是最新的 最新的 那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詭異光球 這麼多影片裡面 我們特別要把這個挑出來 因為它在內華大洲 它在篤城附近 它靠近51區 對 所以只要在51區附近出現 特殊的影片 是 我就覺得很特殊 好 那51區 大家當然都講爛了對不對 但是現在 大家對51區有一個新的懷疑跟想法 什麼懷疑性的懷疑就是 51區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區域 整個51區全部散開來 你知道有多大嗎 將近半個台灣這麼大 到快到台中了這麼大 但因此說51區真正真正 最重要的區域 是一個叫做S4 S4 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最神秘的S4基地 那先是一個這個 美國優福互助網執行的董事 叫他出來說 除了在5區裡面最神秘有一個S4 我跟大家一定要先講 優福互助網 是全世界最大的外星迷的一個網站 最大的 他董事這個人出來講 這個人講完之後 這個人接受國家廣播公司的專訪 Bob說我告訴你 他只是說有F 我在F4裡面做過事 那這不得了了 好 那他就說你來講 你在F4裡面做什麼事情 我告訴你 他說 我在研究外星飛船的立項工程 你的意思是說 境外文明的造訪 我們可能會收羅到一些他們的飛行器 送到這裡來 好 Bob提供了很多 他在51區的通行證 他在51區的這個薪資結構 然後他說他在阿拉莫斯研究室做過事 阿拉莫斯研究室 美國兩大最神秘的研究室 好 Bob說他去SF4基地怎麼去的呢 先坐飛機 坐飛機 然後在馬夫湖降落 我跟你講 飛機的窗戶 全部是用黑色材料貼起來 為什麼要這樣呢 看不到外面 他不讓你看外面 你完全不能看到外面 好 降落後 然後上巴士 巴士要坐兩個小時的巴士 我告訴你 一上巴士之後 巴士所有的窗戶 全部有黑色材料鋪起來 怎麼又是這樣 你什麼都看不到 而且我告訴你 美根只能限定 坐在你自己專屬的位上 專屬坐下去之後 旁邊有保安人員坐你旁邊 所以你不能亂瞄 要瞄也瞄不到 你的地形地霧 你不能認路 不能認路 坐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以後 到了一個山 山以後斜斜的30度 啪一下開下去 開下去居然是個地下基地 但是外面完全看不出來 它是個基地 開下去之後 Bob一看撒雷柱 你知道他看到什麼東西 他看到什麼了 九個外星不明飛行物 九架 都在這裡 九架 對 好 他負責研究這一架 他還畫出來了 對 畫出來 他研究這一架 這一架長 直徑15公尺 厚 4公尺 然後呢 他分為三層 三層 這個中間這一層 一個控制室 一個重力擴大器 一個燃料推進器 好 下面有三個重力推進器 哇 他講得多繩 他說三個重力推進器 一個重力推進器 啪 讓飛碟可以飛起來 另外兩個重力去 啪一下放置 往前 我告訴你 把時空扭曲 把重力扭曲 他把前面重力扭曲 後再飛 這個不明飛 他就刷起來 才可以飛出去 秒移動 對 秒移動 他讓重力扭曲之後 他能夠脫離重力的控制 才能秒移動 我聽他講得撒住了 這時候就發生一件事情了 他說他是加州理工學院 跟麻省理工畢業的 因此我告訴你 那個華盛頓郵報就一查他 結果加州大學後沒這個人 麻省理工學院說 我們也沒這個人 你幹嘛 胡周吧 我告訴你 然後阿拉莫斯實驗室 也說我們沒這個人 所以現在全世界人都說 Bob 你胡周 但是他就跳出來說了 他被中情局給抹去了 中情局把他這個所有東西 加州理工大學 麻省理工大學 阿拉莫斯實驗室都抹去 檔案上面沒這個人了 檔案上面 只有他是一個社區大學 畢業的人 好 現在我不知道是真 還是假 因為沒有他這個人 但是中情局真的可能把他抹去 不要再看到會飛的扁扁的 會發光的 就說那是幽浮 但毛老師今天帶我們來看到的 這三段影片 可是讓美國海軍後悔死了 怎麼讓這三段畫面流出去呢 君相 你相信外星人嗎 我相信 我覺得現在是最接近外星人揭秘的時候 因為我覺得美國人現在有意識 要把真相暴露於是 為什麼 我先講 2017年紐約時報公佈了三段影片 2017年兩年前 結果美國海運居然在這幾天 突然之間鬆口說 那三段影片都是真的 你可以繼續悶不吭聲嗎 對 為什麼要突然 然後川普總統 居然在接受ABC電視台訪問的時候 早安美國 他突然說 給主持人說 最近開了一個秘密會議 主持人說什麼秘密會議 軍方告訴我有外星人的秘密會議 他突然之間講了這句話 好 軍方在秘密會議上 給川普講了什麼東西呢 講了一個報告 什麼報告 美國國防部花了33億台幣 去做了一個先進航空辨識系統計畫 這什麼東西 就是把軍方所有有問題的 這個不明飛行物的影片 通通送來 我來研究 第一個真的還假的 第二個如果我認為真的話 他究竟他怎麼移動 他怎麼飛行 他怎麼弄 哇 這裡面貓力很多 我告訴你 其中最讓川普感到不可思議 打動的 也是紐約時報 三個影片中 第一個影片 就是我告訴你 居然有不明飛行物 纏著 尼米斯航空母艦群 繞了六天你知道嗎 繞六天 而且這不明航空物 繞尼米斯航空母艦的時候 啪一下8000尺的高空 扶一下 50尺的海面 這樣來回一瞬間 你戰機應該升空了 還讓它繞著你 所以他在那邊玩了六天 因此 尼米斯航空母艦 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了 普林斯頓巡防艦 你負責對付這個不明飛行物 普林斯頓航空艦 就叫兩個大黃蜂 就起飛了 去追這個不明飛行物 結果這個影片 就是大黃蜂號 盯上了不明飛行物 注意 它會變顏色 中間那個亮點 白色的 就是不明飛行物 這是大黃蜂的瞄準器 這個瞄準器拍下 是100%確定的 它把它鎖定了 你看到沒有 它的形狀你看到沒有 它在轉了 它會轉 我跟你講 開這架大黃蜂的 叫做佛拉窩宗校 我們今天只看到影片對不對 沒聽到它的聲音 我要把它的聲音還原一下 他一鎖定這個以後 他說Oh my God What's that 有錄音檔 然後他就吃兩架對不對 他又給另外一架說 兄弟 你看到沒有 你趕快看 然後過一會 那個本來故意給它鎖定 然後還中間翻滾 他說Oh my God 兄弟看到沒有 他在翻滾 他在翻滾 有錄音檔 所以這個影片 是到今天為止 美國金方公佈 最明顯的一個影片 大黃蜂飛得極快 但你可以看到 它這個鎖定的模式之後 咻 沒有多久 居然被這個光點給海放了 我告訴你 普利 不只那個 川普看了報告 不只有佛拉窩宗校出來講 飛行員 我告訴你 普利斯頓巡航艦上面的那個武器的人員說 我完全沒辦法鎖定它 它太快了 還有雷達人員說 我的雷達完全沒辦法追蹤它 它飛得太快了 而且它飛行的軌跡 完全不是人類飛行器所飛行的軌跡 這是第一件 就是美國海軍公開認證 向最近向美國總統報告 放給美國總統看的一片影片 這個影片真實性是百分之一百的 它是大黃蜂號上面鎖定的影片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要跟大家講第二件詭異的事情 就這個 這是貝蒂希爾 這是巴尼希爾 他們是個夫婦 1961年 1961年是50多年前 好 50多年前 他們兩個開車回家 突然看到晚上 月亮旁邊有個亮點 奇怪 怎麼有個亮點呢 貝蒂還給老公說 巴尼 你看有亮點 結果開開就越來越亮 越來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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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尼希爾就停車 停車之後 拿雙筒望眼鏡去看 結果你知道嗎 他看到什麼東西 看到什麼了 他看到一個不明的原型的飛行物 而且更詭異的是 它有窗戶 它窗戶是彩色的 彩色透明的 窗戶旁邊 還有影子在走動 巴尼希爾給貝蒂說 趕快上車 趕快走 兩個啪 就開車走 然後回頭一看 不見了 但是耳朵裡面一直聽到 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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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 但他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 那就馬上報警 就報警一查附近的雷達站說 他們曾經在雷達上看過不明的飛行物 但不知道是什麼 印證了他們講的話 回去之後 貝蒂每天晚上做夢 就做噩夢夢到有外星人把他綁架上飛船 每天都夢到把他綁架上飛船 好 他們就夢得很難過 就去找了波士頓最有名的精神科醫師 Simon Simon就說 這樣子 我幫你催眠 看你腦袋裡面是什麼東西 一催眠以後 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發生了 貝蒂被催眠之後 居然把他兩個小時被外星人如何綁架 如何上飛碟 在飛碟上怎麼渡過這兩個小時 你要怎麼對他 全部都講得清清楚楚 誰相信你 你講了這麼一段 你講的對了 誰相信你 沒有證據 但是貝蒂在催眠裡面畫了一個星系圖 畫了一個星系圖 這個星系圖 注意看 總共有12顆大星星 其中有3顆小星星乘一個三角形 這貝蒂畫了一個星系圖 畫出來星系圖 沒人看得懂 拿去給天文學家看 天文學家胡扯 Lonsense 這什麼東西 好 為什麼 因為1961年天文學還不發達 這個東西後來天文學發達以後 砰一下 不得了了 在40光年外 看到一個亡古星座 這新發現 人類第一次看到亡古星座 但是在幾十年前已經被它畫出來了 結果一模一樣 好可怕 12顆大星 三顆小星 整個亡古星座 整個都跟它一樣 那它怎麼畫得出這個呢 人類根本還沒有研究到那個地步 所以我告訴你 有一陣子 人類就盯著亡古星座看 因為那個飛船是從亡古星座來的 我再給你講 你知道見過外星跟不明飛行物最多的是什麼人 太空人 第一個阿波羅11號跟阿姆斯座一起上月球的艾德林太空人 他講過一句話你知道什麼名言 沒有一個太空人沒有見過不明飛行物的 真的假的 這個任務 什麼任務呢 就是國際太空站的太陽能板生鏽了 你要去除鏽 噴油 然後換螺絲 好 他就出去了 他從太空艙沒出去要去太陽能板 然後一出去台頭一看趴一下 在看到什麼 眼前一個龐然巨物在眼前 而且這是最詭異的 傳說 我先講傳說 說這個龐然巨物居然是透明的 就只有一個邊 透明 我告訴你 我們所看的不明飛行物都是實體的 他一下 幫一下驚嚇 手上的工具包趴一下 飛到太空裡面去不見了 那工具包只一萬多美金 裡面的潤滑油啊 本來要噴的全部不在 你看 工具包不見了 後來 泰國鋒總是有承認 工具包不見了 但不承認 他出去看到一個巨型的 龐然大物在前面 好 他又回來了 回來舉行一個記者會 就派泰伯上去講話 泰伯一走上去 麥克風一講 突然晃 一直晃 然後搖搖欲墜 哇 全場都撒住 記者也撒住 馬上 你看看 你看 你看 看到沒有 碰 碰 碰 他是怎麼了 這很光榮的時刻 對 不光榮 太空了 然後讓他到旁邊去休息 休息之後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怎麼了 讓他休息完之後 他說我要講完 這是我最光榮的時刻 這國際記者會 他又上去講 第二次又搖搖欲墜 不讓他講 不讓他講 他連續兩次 所以他掉了工具包 他延遲了四小時 然後在記者會上 兩次掉了 所以最先進的太空梭上面 居然三次遇到這麼奇怪的東西 我告訴你 現在我們講這些東西 都是科技無法解釋的 太空人遇到這麼多不明飛行物 科技無法解釋 我跟你講你說科技真的最厲害嗎 錯 我先跟你講 剛才我們有講 那個前面說到那兩夫妻 不是有畫星圖嗎 星圖小case 你覺得那是謎一樣對不對 錯 後來證明他畫星圖之後 就到他家去找他 找他之後發覺到 他那一天是穿了一件裙子 背地是穿件裙子 裙子上面有粉紅色的粉末 那粉紅色 來 注意看 這就是他那天穿的裙子 在這裙子上面 有粉紅色的粉末 我告訴你 俊相 這個粉紅色的粉末 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也不出來 地球上沒有的 不是地球上 也就是說他兩小時被綁架之後 他去上弄到粉紅色的粉末 還沒完 還有一個 他不坐車上昏迷 聽到嗡嗡的東西嗎 他車子的後車廂 被畫了一個會閃光的圓圈 要掉上什麼圓圈 不知道 我告訴你 所有通信引擎 包括指南針 一到那邊 嗚嗚嗚嗚 全部失靈 但是那是 散生的圓圈是什麼 也不知道 所以從太空梭到背地這件事情 科學有很多不能解釋的事情 以上 我告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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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要說 那是 這就是 那也是 對 我們 都是 我們 我們 感谢观看